創意比才近在运通 叫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每一个问题的背后 它都有一个答案 我再讲一次 所有什么大道理都一样 人生的大道理也好 操作股票的道理也好 人生的哲学都一样啊 都一样 所有背后的问题 它一定会有一个答案 只是你想不想知道那一个答案 只是你想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把答案找出来 其实不是台北股市 不是台北股市上万点 今天差三点 九九九七 我说过很多次啊 台北股市上万点又如何 那是一个假象 那是一个迷思 那是一个迷思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 那我要问各位 那这边你到底有没有赚到啊 这一段有没有赚到 这七千二耶 七二零三耶 这涨到九千多耶 这有没有赚到 没有耶 老师没赚到 这 这有赚到吗 这有赚到吗 这有没有赚到 这有没有赚到 如果这些你通通都没赚到 那你跟我讲说 老师上万点你就赚得比较多 我还有没有在本节目 本时段用我的手 在五月十七号去比说 就是插这一个长黑棒 我说在上升的格局当中 都没有利空 完全都没有利空 没有利空 骨架一直涨 一直涨 涨到后来也会顿化 所以这是突如其来的 川普送给大家的礼物 因为他即将要被什么 被弹劾 被怎么样 被怎么样 那我有没有跟你讲说 在什么 在这个位置 五月十八号 你有没有印象 我说什么 短短的一天 短短的一天就可以吃掉一个长黑棒的一半 我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说 包括连NASTA NASTA也是一样啊 我说这个长黑棒没有关系 不用怕 我也告诉你说 短短的一天就吃掉一半 包括废饭 有没有 我有没有在本节目时段 都是用同样的手势 去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不用怕 那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两天 两天就把这个黑棒吃掉 强不强 看一下倒球 两天 两天还吃掉 吃掉不打紧 还突破哦 突破哦 有突破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没有 NASTA没有 非半呢 持平 所以呢 强不强啊 强啊 强啊 那当然看法 你每天在变动 你就会觉得盘很难做 那我要稍微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这礼拜不会有量 这个礼拜的台北股市成交量 就是这个样子 700亿上下 好一点 700亿到800 差一点 600到700 但是在这一个成交量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思维说 你要赶快去解决你手上的什么样的股票 什么样的问题 你要来找我啊 这上礼拜 上礼拜 你有没有来 我说你一半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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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来 你一半我一半啊 有机会啊 你为什么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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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股票 这我讲多久了 而且我是公开讲的哦 再修正来 先看这个好了 这都讲过了 我讲求的是证据 我有跟你讲 我就可以一直帮你追踪 当然啦 我曾经问你它是五月最标 或许现在不是最标 没关系哦 你慢慢看 但是我很有诚意 我在五月份还没来临之前 我就先问你了 所以我很有诚意 你应该 你应该这些都看过了吧 这你都看过 这都只在节目上画的啊 有没有 四天45% 五天53% 我在53%的这一天 这张字卡你大概最少看过三次 这张字卡你最少看过三次 我说53% 53% 你让我喝杯水 你让我喘口气 53%不需要去追股票 那包括冰台做什么 我已经讲过 我说全台 所有的食品大中 设备都是冰台做的 那包括中国大陆 我曾经在节目上跟你分享什么 我说康师傅也好 可口可乐也好 这你都有听过 那台湾的统一在大陆 那我也曾经问你说 他在手订单有几亿 他接到的订单有几亿 中国市场之外 还有东协的市场 还有日本富士山 这些我都讲过 那我没有曾经跟你讲说你不用怕 什么位置跟你讲不用怕 如果今天跟你讲不用怕 今天涨停板才跟你说不用怕 那于老师的节目你就不用看了 因为它是没有建设性的 没有建设性的节目不需要看 如果每天上节目都是最新的股票涨停板 但是先前绝对没有预告 那你相信吗 那我冰台有没有在节目上跟你讲说 我还问你说会不会创新高 会不会创新高 来看一下这个图吧 我有没有在本节目在时段 我用了两条线 我还曾经在这一天 你有没有印象 就是这一天 你可以去看这一天的节目 5月16号如果没有在本节目 本时段跟你讲说 这一条绿色叫时日线 回撤时日线 回撤时日线漂亮啊 量缩一天 量缩两天 量缩三天 四天五天 这五天你会很煎熬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买在这边啊 我这边跟你讲你不相信啊 你不会相信啊 你不会相信 在这边你就相信了 你相信买了 你就不舒服 老师都没长 我也知道你怕 我也知道你担心 我有没有在5月16号跟你讲说 这个是叫回撤的 这条是五日线 这条是时日线 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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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只有这一天讲吗 我还在隔一天 我又继续跟你讲说 5月17号 我又说回撤 怎么那么刚好 回撤时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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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我礼拜五跟你讲说 你来找我 你有没有来 你没有来啊 掌停板 有没有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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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什么叫时间到了 股票就这样子 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涨停板 如果我没有连续两天 跟你讲不用怕 我跟你站同一边 因为毕竟你是买余老师的股票 你毕竟是买余老师推荐的股票 所以我一直问你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 创新高 创新高 我是不是当时拿这个跟你在提起 我说同样都是关紧币 你有没有印象 我说同样都是关紧币的股票 我没有这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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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也是很好心 我在这个位置 我并不是其他的老师 唱摔你的股票 看空你的股票 恐吓你的股票 说他很烂 他很糟糕 非常糟糕 糟糕到不行 甚至有老师说他在放空 放空放空 没有意义啊 没有意义啊 那是不是在相对这个位置叫你不要杀滴 不要杀滴 我说这边有个缺口 你有没有印象 我说这个缺口 最起码 他会回补这个缺口 回补缺口之后呢 就是要看他的造化了 就要看他的造化 你有看过这样的节目吗 你有看过这样的节目吗 都是骂的啊 一堆不然就是踩在别人 踩在别人的伤口上 很多老师很奇怪 他并没有先进光 但是他却可以拿先进光出来跟那边讨论 讲跟神一样 说这种股票多差多差多糟多烂 你也没带人家放空 最起码放空 你讲我也没意见 你真的有带人家放空 那我给你拍拍手 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 可是有卷吗 有些是没有卷源 你知道吗 放空有些股票是没有卷源的 你打到卷商去说 我要空这支股票 他没有劝啊 你懂我意思吗 这种东西我节目上我不需要去提 点出来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我强调一件事 你只要抓到你自己 你自己的股票 你做你熟悉的股票啊 你做你熟悉的股票就好了啊 所以我上礼拜推荐的股票 我今天要强调一件事情 你跟余老师操作 如果你认为我是神 因为我是神 那你要修正一下 我不是神 我再次强调 我是纪律操作 我是纪律操作 纪律操作 纪律操作一定是大赚小赔 大赚小赔 在我们这边操作 10%附近 我当作是一个门槛 我会帮你踩住刹车 我绝对不是你过去 你过往参加的老师 只要股票跌 就不理你了 我不是这种老师 请你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抗讯 上礼拜我有买一栏股票 这栏股票 康普 我买在65块 这是会员的抗讯 不用放大 我买在65块 目前73块 那我今天还是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积极再度加码 我今天这一个组别 加码 但是重点我把它圈起来 帮我放大 谢谢 这四个叫停损卖出这一档股票 好给我圈住 为什么我又卖了这一档股票 又去加码 我这边买的哦 但是今天把这一档股票 没办法 它没有涨 它没有动 那我只好先什么 先忍痛 这一档先把档 资金再加码 康普 这是我的操作 那你要把把档档都赚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如果你要把把每一支都赚 每一支都赚 每一支都赚 那我今天就不用坐在这边跟你讲话 我自己下单就好了 我自己每天下个一千张 那不是很爽的事情吗 但是你要实际上的操作 这个手势你常常在看 叫实际上 我是实际上带会员操作的 实际上 那或许啊 或许你们都会常常 老师你的股票 今天有的股票也没去 我知道啊 这没去啊 没去你以后就都来 我知道了 来来来 这没去啊 没去啊 我一天没去 我还是告诉你 我就是看好 哪一天你不要说过了这个点之后 过了这个点 又过了更高的点 你就想到余老师了 嗯 老师 两把刷子 就像冰台 没有过高你不会相信我啦 没有过高之前你哪会相信我啊 这你会相信我讲的话吗 你会相信吗 我跟你讲说回撤实陷 回撤实陷 你还是觉得说我疼你咧 我疼你咧 我疼你咧 痠痠痠 啊今天咧 今天跪拐 你就开始问说 老师 明天要不要追啊 你明天要不要追啊 那我们跟你讲说 接下来就是夏天的来临 夏天的来临 不要说大家都喝饮料 但最起码也有什么 也有矿泉水啊 茶饮啊 牛奶啊 碳酸啊 都他做的啊 那骨架没有涨 礼拜四我先提醒哦 礼拜四 礼拜四放风哦 你不要等到礼拜四放风那天 你又追到高 你现在要做你要来找我 你不要去猜 你不用去猜 你猜 你猜对猜对没有意思啊 那你会说 老师你这也没去啊 你这也没去啊 这边第一趟 这第二趟 第二趟做的 我还是问你 130.5会到哪边 130.5会到哪边 诚如我之前在问你 冰台会不会创新高 你不会相信啊 你不会相信 那你相信余老师的 这档股票快要发动了 哪一档 这一档 黄金屋 黄金屋开始在什么 在酝酿了哦 我说过这是一个收敛 它是一个收敛 我今天要多三个东西告诉你 第一个叫5G 5G的微波通讯设备 5G的微波通讯设备 它需要利用大量的桶 去导电 快速去做导电 这一家公司 它修正了13块 我说过它第一季赚1块6 今年大概可以赚6块钱 5到6块钱 每比目前不到10倍 它是经过修正的股票 我并没有叫你去追 现在目前什么 什么天花板的那些股票 因为有些股票 不太适合它去追 那你只要知道这个会涨 这也是5G的啊 这今天冲出来的啊 冲出来的第一根啊 这也是啊 5G的啊 那我说这个是什么 5G微波 你一定要记住哦 5G的微波通讯设备 需要这支股票 第二个 汽车防撞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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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需要它 因为需要快速去导电 传电 还有第三个 我讲的都是目前基本面 这三个都有符合 第三个是无线充电板 无线充电板 需求也是大增 什么叫无线充电板 各位现在可能你现在拿到的手机 是没有无线充电的哦 少数啦 我不能讲大多数啦 大多数你现在没有 你没有无线充电板吧 目前啦 但是i8以后 包括其他 其他不管是什么厂 都陆续要去跟进 无线充电板也需要啊 也需要这家公司的啊 所以我说它可以赚5到6块钱 它已经开始在动了哦 它已经开始在动了哦 那之后呢 而且啊 如果你懂技术分析的 我给你三条线 五日线 十日线 跟月线 你可以去看 它目前三条均线是纠结 是向上的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我没有办法 我是个很有霸气的老师 我在操作股票 我看得非常的透彻 看好就是看好 坚持就是坚持 但是我绝对不会东 东做一档西做一档 也就是说我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之下 突然跟你讲说 这档股票涨停摆 但是 我也尽量帮各位找啦 我会找到一些 还不错的 第二阶段回来跟你分享 哪一些目前 你可以留意 为什么有些股票 它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一定有原因的 股票涨一定有原因 那这一档股票 来 礼拜五我请你来 我说一人一半 先最后一天 一人一半最后一天 股票我帮你找好 一人一半 相信我 相信我 相信我就播电话 我们中场先休息一下 但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有步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帮来国际投赴 余老师 感谢全天下的母亲 在五月份 特别推出 破天荒的 母亲节 感恩大回馈 一天就是一巴巴 一天就是一巴巴 一天 真的只要一巴巴 帮来国际投赴 余老师 感谢全天下的母亲 在五月份 特别推出 破天荒的 母亲节 感恩大回馈 一天就是一巴巴 一天就是一巴巴 一天真的只要一巴巴 请您来电不打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大来国际投赴 余老师 感谢全天下的母亲 在五月份 特别推出 破天荒的 母亲节 感恩大回馈 一天就是一巴巴 一天就是一巴巴 一天真的只要一巴巴 大来国际投赴 余老师 感谢全天下的母亲 在五月份特别推出 破天荒的母亲节 感恩大回馈 一天就是一巴巴 一天就是一巴巴 一天真的只要一巴巴 请您来电不打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走得越远就越知道 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 曾经梦想要拯救世界吗 想改变自己吗 那就吵杂世界出发吧 上礼拜五 请你来 我说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如果有来 那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吗 时间到 时间到 自然会涨停板 创新高 今天还来得及哦 今天还来得及哦 今天来得及哦 最后一天 来得及 很多时候啊 讲再多没有用 我讲再多 没有用啊 我有没有预告 我冰台没有讲 我没有问你 我没有问你说 我没有问你说拉回 不能拉回吗 我连续两天都跟你讲 拉回十日线 拉回十日线 我没有讲 那我今天讲这个叫废话 你可以去看啊 看我有没有讲啊 那我有讲 就是真的 陈如我过去讲了好多股票 这股票你还会背了吧 有没有 背遗忘的 背遗忘的 博程 我都有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 也是一样啊 复制博程 很奇怪啊 涨的时候都没问题啊 涨的时候你们都绝对没问题啊 很奇怪 跌的时候呢 当时候这个 在低档区 跟你讲你不会相信 涨没有问题 跌就有问题 涨都没问题 跌啊老师又跌 长上去老师要不要追 跌下来老师还好没买 老师又创新高 这也是一样啊 创新高 很开心 拉回不行 如果这边整理完又创新高 又说我很厉害 这都有预告的啊 我曾经有讲过这档股票 你有没有印象 你长期收看于老师的节目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全中华民国 只有我在推荐的 当时在低档区 你不相信啊 当时我在讲网品 你会相信我在讲网品吗 我那时候还跟你分享 你有没有印象 我说带胜义夫妇 他出光了 出光不光了 出光了 那出光股票去看他跌吗 有跌啊 跌你就说我不准啊 我这边讲的啊 有没有 你有没有跌 有跌啊 涨上去都会有跌有争议啊 争议也不行 然后到两百块 你就老师 有一点水准 你有水准 你有水准 我有没有讲过网品 有吧 帮各位追踪一下 我现在目前看好的股票 这今天冲出来的 今天冲出去的股票 正文 小压回 任何的压回 你再留意它一下 达方 绿能 欧洲电动自行车 拉回 为什么 这都最近外资买一缸子的啊 你自己看啊 都是外资买一缸子的啊 网品更夸张 网品是外资加投信大买的哦 这是正文 正文外资进行的买得很凶 达方也是 望宏也是 那我要请你留意这张股票 会不会涨 会不会涨 你觉得会不会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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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呢 事后再验证啊 很多时候预告 预告不是代表我很敢讲 其实分析师本来就会预告啊 讲对讲错 分析的这种东西啊 错一半是正常的 因为对跟错 一半的几率 但是各位看到台面上的老师 是几乎是不预告的 从头都没有在预告的 我会骗各位啊 怎么转 怎么转每天都很准 每天都很强 每天都有新的 然后每天都是最强最猛 甚至呢 我刚刚也给各位看过这张字卡 这有上礼拜买的股票啊 抠讯在这边啊 买进啊 买进加了65块啊 今天73块是加码 怎么加码 把这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没有赚钱 因为这档股票我还在买回来 这档股票停损出 除了再加码 这是余老师的操作 那你可以来买这个新的 这我讲过啦 黄金屋 黄金屋 黄金屋有三个 三个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5G的微波通讯设备 需要黄金屋 汽车的防撞雷达 需要大量的铜箔 也需要黄金屋 包括无线充电板 无线充电板 这个需求量是非常的大 因为这一块是手机 这一块是车用 包括连通讯的5G 如果黄金三角 这三个都有了 这三个都有 都难夸 那这档股票 可不可以买 你好好研究 你好好决定一下 今天一样哦 这个 你一半我一半 你一半 我一半 我会带你来买全新的标的 来 全新的标的 全新的股票 相信余老师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365 9333 02 2365 9333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